叶晨目光闪烁了一下 嘴角扬起了一抹有些无奈的笑容 这丫头真是太善良了 可在这个世界太善良未必是一件好事 随即叶晨便开口道 子燕 叫我叶大哥吧 你看我像是什么公子吗 林子燕闻言 扑齿一声笑了出来 叶晨现在浑身破破烂烂的 确实不像什么有身份的人 他笑了一阵便点头道 叶大哥 你先好好休息 明日一早我再来看你 好 说着林子燕便离开了厢房 这时叶晨的脑海之中 响起了一道清冷的女声道 小子 你这一次实在太危险了 硕老一时开口道 连老夫都好几次以为你挺不过来了 叶晨笑道 抱歉 让两位担心了 他又问道 说老 玄仙子 你们应该也知道 我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 这要如何才能够恢复呢 玄海欲冷哼一声道 哼 月晨 你的血脉很逆甜 但终究没有极其轮回玄碑 无法真正觉醒 现在的你可不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若是伤重到一定程度 也是很难恢复的 靠你的身体自行恢复的话 恐怕 至少需要一些时日 才能恢复如初啊 一些时日吗 叶晨苦笑一声 看来暂时要待在这林家了 这内海之中 卧虎苍龙 若是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 在内海之中四处游荡 寻找顾玄与朱渊 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他躺在床上 暗暗地运转血液 以血液之中的生机 酝氧受损的躯体 以此来加快身体的恢复 同时鸿蒙大星空运转 一丝淡淡的星光 在血脉中融合 让夜晨有些意外的是 那泰玄道中 竟然开始释放一丝特殊的灵气 滋润他的身子 如此一来 恢复速度 倒是比想象得要快上一些 第二日一早 相放门外 便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夜晨笑道 进来吧 房门打开 一名少女便端着一个石盘 走了进来 石盘之上 除了一些简单的食物外 还有一碗散发着 淡淡灵气的黑色汤药 灵子言微笑道 夜大哥 吃饭了 还有这碗汤药 虽然很苦 但也要喝完哦 对你的伤势有好处的 夜晨看着那碗汤药 点了点头道 我一定会喝完的 这汤药是最低等的灵药 对夜晨的伤势 自然没有任何效果 但是夜晨知道 以灵子烟在灵家的地位 估计 光是弄来这种灵药 也要花费不少的积蓄吧 她自然不忍心辜负了这小丫头的一片好心 夜晨吃饭之时 灵子烟坐在了床边 摆动了一双小长腿 好奇地看着夜晨道 夜大哥 你为什么会从海上飘来呢 内海之中可是极为危险的 像夜晨和她这种无法修炼之人 别说在海上漂流了 一点风浪都可能要了他们的命 可偏偏夜晨竟然活下来了 夜晨双目微眯道 我与仇家战斗之时 身负重伤 追入了海中 灵子烟闻眼 小脸上浮现了疑惑的神色 在她看来 夜晨与自己一样 都是无法修炼之人 如何与人战斗 这时夜晨凝视着灵子烟道 子烟 你若是想的话 可她话未说完 门外却是传来了一声大喝道 灵子烟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 现在不去收集金螺被 难道等金螺被被别人都收集光了 再去吗 只见门外 走来了一名身着灰衣 满脸麻子的青年人 看起来是这灵家的仆人 灵子烟闻眼 对夜晨笑道 夜大哥 我要去收集金螺被了 等我回来 再继续聊 夜晨微微皱眉 但还是点了点头道 去吧 她看着灵子烟的背影 暗暗地开口道 玄仙子 说老紫烟的体质 我应该没有看错吧 方才夜晨正是打算告诉灵子烟 她若是想的话 自己可以让她拥有修行的机会 玄寒遇到 不错 这丫头所拥有的正是传说之中的天顶灵体 这天顶灵体也算是万古难得的顶级灵体之一了 拥有天顶灵体修炼速度 远超一般舞者 而且灵力也更加精纯 这丫头的武道资质可以说很不错 在这域外大陆称得上绝世天才了 并且我隐约感觉 她这灵体和你的前世有些关系 只是 夜晨目光微闪道 只是天顶灵体之所以被称为天顶灵体 那就是拥有着灵体的舞者 都是上家的顶炉 这也是为什么 紫烟的父亲要封印她的丹田 让她做个普通人的原因吧 小小的灵家可护不住一个拥有天顶灵体的少女 不过 现在却不一样 现在 灵子烟的身边有她在 那么 她就不会让灵子烟受到任何的伤害 金罗岛的城镇之中 一名容颜精致 宛若人偶一般的少女 面上带着清晰的笑容 朝着药铺走去 灵子烟看着腰间的竹篓 里面是满满一篓的金罗被 今天的收获还算不错 除了需要交给灵家的那份 剩下的金罗被还可以用来给叶大哥买些药材 此刻两名身着黑衣的男子 从药铺之中走了出来 这两名男子 一名看上去二十多岁 容颜还算俊朗 中等身材 面色看上去有些苍白 而另一人 则是一名面容普通 眼角到额头 有道剑八的中年人 他跟随在年轻人身旁 举止颇为恭敬 应当是这年轻人的普从 那年轻人从药铺之中走出 神色略显阴沉 显然没有找到自己满意之物 突然间 他目光一闪 看向了朝着药铺走来的灵子烟 他的眼中 先是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随即 那疑惑逐渐化为了狂喜 最后则只剩下了贪婪 看着青年神色的变化 那名中年人不由地问道 少主 你这是怎么了 那青年男子露出了一抹火热的笑容道 葵叔 治疗我伤势的药物不必找了 不必找了 葵叔有些惊讶地道 这是为何呀 青年男子双目微眯 看着灵子烟舔了舔嘴唇道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 有了这集品顶炉 本公子不仅能够伤势禁欲 甚至连修为都能有所突破的 葵叔闻言 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顺着青年的目光看去 落在了灵子烟的身上 他惊一道 少主 这小丫头就是 不错 青年男子冷笑道 以为封印了丹田 不休武 本公子就看不出来了 别人也许看不出来 我纯阳天身为 集欢道的道主之子 这点把戏 自然瞒不过我的眼睛 葵叔点了点头 丝毫没有怀疑 他的实力 虽然在青年男子之上 但论财补一道 却是望尘莫及 陈阳天乃是财补一道上 当之无愧的妖孽 也正是因为 其在财补之上 天赋卓绝 财补了太多的女子 才落下了一些隐患 身体之中 带有暗吉 这次外出 就是想在各个岛屿上 看看能否寻到 治愈这暗吉的灵药 葵叔低声道 少主 要不要 我现在就把这女子抓了 带回我们集欢道 纯阳天目光微闪摇了摇头 面上浮现了一抹杀鸡道 有人封印了这女子的丹田 看来是很清楚 她拥有天顶灵体了 想必就是她家族中人 这种极品顶炉 以我集欢道的势力 都未必能够留得住 所以本公子可不希望 有消息走漏啊 葵叔 你说怎么办 葵叔文言 露出一抹看似 憨厚的笑容道 少主 这好办 我们先跟踪这丫头 到她家中去 然后 她的眼中 立色意气道 让他们闭嘴 死人 是不会说话的 纯阳天冷冷一笑 这时 这时林子烟买完了药材 她走出药铺 便脚步轻快地朝着山上而去 殊不知 在其身后跟着两道淡淡的影子 带来死亡的影子 此刻 林家大门之外 一群仆丛 正挡在一名青年身前 挡住了林家大门 他们看着眼前的那名青年 眼中满是笑意 这时 林青叔将一个包裹扔在了叶辰面前 淡淡道 果然 我还是不觉 你能为我林家带来任何帮助 拿上这个包裹 滚吧 叶辰扫了一眼地上的那个包裹 嘴角神色平静 见叶辰没有反应 林青叔确实面思一沉 低喝道 小子 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让你活着离开 已经是你的幸运了 怎么 你还想赖着不走吗 那一众仆从一时骂道 想来林家吃白食 林家不养废物 不会是看上林子嫣了 舍不得了吧 你不走我不介意 打断你的腿之后 送你走 就在这时 一声惊呼 从不远处传来道 林子嫣一路小跑 来到了叶辰的身前 看着眼前的阵仗 翘脸有些发白道 你 你们这是要赶叶大哥走 一想到叶辰要离开 林子嫣的鼻子竟是有些发酸了 她毕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而叶辰是这么多年 她唯一可以正常说话和相处 并且不会瞧不起她的人 虽然两人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林子嫣尚未成熟的心灵 已经对叶辰有了一份依赖 她面带一份哀求之色 看着林情书道 哥 你不是说 让叶辰哥给我们林家帮忙的吗 我保证叶辰哥会给林家 收集很多很多金螺被的 能不能 不要赶她走啊 那你能在这边 我保证了 你能不能再叶辰哥